这位朋友问道说比亚迪糖到底值不值得买 该怎么选择 因为糖有DMI有DMP对吧 咱说目前在售的糖有DMI的两个版本 那像这个252公里的巡航的DMI 以及DMP目前都处于预售状态 当然很快就要上市了 可以提前了解一下 先说咱们这两个称区别在哪 糖DMI它的整个动力系统 就是以日常经济性为主的一套动力系统 那DMP是以突出车辆性能为主的混动系统 所以这俩是日常使用当中驾驶感是不太一样的 最大区别就是糖DMI都是两区的单电机 糖DMP都是四区的双电机 里面看放动机都是1.5T 相云插缓转放动机 这块是没有区别的 重点就在电机 那日常使用当中空间表现 操控表现说实际上 这边基本上没问题的 那如果求实惠 我还是建议优先考虑糖DMI 那糖DMI有两个版本 我觉得咱们家用求实惠 这俩版本足够了 然后日常使用 城里纯电行驶 咱们正常用的话 基本跑到八九十公里是没问题的 因为像他们电池剩余20% 25%的时候就都不会纯电行驶了 这时候放动机跟电东机混动工作 那你要说 我想追求更好的动力表现 以及更长的纯电续航 其实252公里的糖DMI 我觉得不用看 为什么 你直接买到DMP就行了 糖DMP 你说同配置的话 跟这款糖DMI200多公里相比的话 它的动力就会进一步提升 价格大概贵个两三万块钱 所以要说 要想更长的续航领程的话 就买DMP就行了 DMI那款252真的有点贵 所以说咱们买这个车型 一个是为了城市短途用电 长途用油 所以买DMI的两个版本就挺合适了 再往高 接近30或30左右的话 就不用看DMI 直接上DMP了 你可以拥有更好的性能 还是四驱的 要真是说去一些烂路 冰雪路面 跑起来更稳定 DMI的两个版本 差别在哪 如果是我建议的话 买20.58的 为什么 因为它整体配置表现够全面 像主动刹车 自行巡航 车道保持 无要是启动 无要是进入 五眼充电 这都是标配 所以即使你买到低配的DMI 也没毛病 你买DMI的话 其实DMI我建议买中间那个配置 就目前预售状态下 31.28万预售价 然后四驱遵享行 这个版本是我比较建议的 包括单单音响 这个版本都开始配备了 所以说DMI DMI不用纠结 日常家用求实惠 求省钱买DMI 在省钱同时 想要更高性能的话 预算你够30多万的话 可以考虑DNP 那这车到底能不能当纯油开 我觉得可以 如果说你真的没电了 或充电不方便 当油车开也没毛病 当然我建议是两三个月 咱们给电池充一回电 充满 这样的话也能保证 电池更长的使用寿命 所以求实惠 买DMI 没毛病 之后 咱们给电池充一回 还有 你会不会